随着加州新法律将于4月提高快餐业最低工资至每小时20元 多家快餐店将受到影响 麦当劳和卓博尼的管理层已经明示将调整菜单价格 加州的Pizza Hut上月宣布 受新法律影响将裁掉所有内部送餐司机 涉及全州操八家连锁店 包括超过1,200名司机 专家表示提高最低工资可能会对消费者、企业 和整个经济赚生主动影响 为了抵消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企业可能会相应提高产品或服务的价格 但他亦指出提高最低工资或者能刺激经济增长 因为低收入工作者将有更多何支配收入 Tinawa记者编辑报道 感谢观看